質詞,好準確 嘩,斜射得好像很準確 跟你有的話,好準確 好準確,好準確 那為甚麼騷擾我們的射術 教練就好像你那麼準確 想射球射得准,有好教練當然要緊 所以今天就有他,Coach Fui,示範教路 除此之外,更加會出動新科技幫手 還有在iPhone發布會上也介紹過的籃球訓練App HomeCourt 港人David Lee有份開發 還和NBA名人堂球星Steve Lesch一起上台 App已經推出了一段時間,但隨著iPhone XS 的推出 功能亦進一步加強 它最厲害的地方是,利用鏡頭和人工智能 只要做簡單的設定,就可以記錄你入不入球和射球的位置 今次我們更加特別用上新iPhone XS Max 和舊的iPhone X,同時記錄,看看有沒有分別 剛剛目測,沒有細節感 其實兩部機的速度其實差不多 但準確是新的那部比較準 舊的那部比較和諧 因為發覺炒都會有時會計入 除了記錄和自動剪輯會次射球之外 更加可以分析到會次射球的跳起高度 出手時間 甚至走攬起跳前的跑動速度 而實施亦都發現iPhone XS Max 分析時間會比較快 不過新舊機都不是會球都可以分析出全部資料 它現在再射中一點,它可以看回你自己每一球 其實有很多人以為自己射球好像Curry 其實是佐敦Curry 其實大家不錄的話 你永遠不知道自己的射資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APP第一,最有用 是你資子的射資問題在哪裡 第二就是你的數據看完之後 也有鼓勵的作用 除了剪輯好會一球射球 更加有放大和慢動作功能 對個人了解和改善自己的姿勢 更加有幫助 現在那個APP說可以 都可以看到這麼多 我有想過買多部電話幫人計算 但是要等它那個APP可以有不同的模式 因為現在只有一個 我設定不到另一個人下去 否則我那時候試過 就要不斷教不同隊員 發覺都挺煩的 沒錯,暫時發現這個APP記錄資料 基本上都是跟機主 不可以隨時切換不同的球員 不過其實它的功能都挺完善 除了有不同的模式 好像練習和挑戰之外 更加可以分享和看到其他人的射球記錄 亦都可以邀請其他人入隊 互相挑戰,鼓勵練球 我們之後亦去了室外場實試 記錄的效果都算相當準確 Coach Fui 甚至說過 試過有水淪的地面 亦都同樣記錄到 不過我們實試近期身家的地面模式 即是不用用腳架 放在地面上拍攝 感覺比起用腳架 就多了不差 但就比較方便 射乎球之後就會自動開始 更加方便一人自己操作 講了那麼久 紀錄了知道自己姿勢錯了 但又如何改善呢? Coach Fui 當然就會教兩招 點出了常見的錯誤和改善方法 看看球能否幫到你 以為球這樣是直碗 這個第一個 通常全世界的人都是這樣錯 你看看你這個碗現在就屈了 看似直而已 這樣才是天生的直碗 所以當你這樣拿起球 舉起 這樣才是直碗 但當你這樣屈了球 這樣一落碗 你就向那邊 你記住你右手法力 就一定是左腳重心 首先第一件事 左腳指著的寬 左邊 右腳指著的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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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指著 最好前一點點